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干吗 乔店 我是来跟您道歉的 道歉 对 我要送上我最诚挚的歉意 是真的吗 绝对是真的 只要你能原谅我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请您吃饭 甚至是 跟你叫查理大爷 查理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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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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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爷 你都看着哪 你大爷 行了 你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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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晓凡 你太过分了啊 你这样道歉算回事吗 你大爷 你大爷 反正欠我知道了 接受不接受 是你的事 袁晓凡 你给我回来 查理大爷 查理大爷 谁是查理 不是 你别嚷嚷你 查理大爷 不是 他不是曹查理的 不是 他不是曹查理的 那你是曹查理啊 我就更不能是曹查理的 谁是曹查理 曹查理 我是曹查理 怎么了 先生 你有事吗 您跟我说 怎么了 我来 你先去哪里 你先去哪里 你行啊 不行啊 你们 你走 你事是犯了 你算是轻的 来大爷伙都过来看一看啊 就那个人啊 叫曹查理 联系我们公司 卖给我们一瓶电水壶 以后您再有这种事 随时给我打电话 你记住了啊 我叫曹查理 结果你们太准着 不是漏水 什么你们 你怎么 听我说 你这腰垫漏水 就直接被烫伤了 我也不知道啊 你现在在医院里边打着呢 就这帮人不光要你们的钱 将来弄不好 还会要你们的命呢 你怎么办 我什么时候卖给你东西了 太过分了 谁关于你 你们现在看一个啊 你去围续小家了 这事跟咱们还没关系 今天那时候不跟我一说好 有饭 有没有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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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饭 找我 我负责 你扛 你凭什么扛 你拿什么扛 这事跟公司没关系 我自己解决 人家到公司来闹事 周围这么多人看着 你竟然说跟公司没关系 马上就要电竞了 这事要是传出去的 你让我怎么跟总公司交代啊 苗凡 若南现在正在怀孕 你能不能别老给他添麻烦 一个大老爷们 你老这样不脸红啊 曹新贵 你说我 我认了 别有事没事扯我媳妇身上 你不是怕跟那五总没法交代吗 我不干了 你能交代了吧 别要烦 别要烦 你给我回来 小白 你先冷静冷静 你冷静冷静 你冷静冷静 不是 领麻烦 还麻烦 别忙的了 曹曹呢 你看这你这行动也不方便 你说干脆让你爸他们先回去 我在这陪陪你 不用 不用 你一块走吧 小白马上就下班了 那咱走吧 你在这儿南南还得陪你说话 那什么 咱们都一块走 南南啊 那水会儿把我给你洗干净了 放在厨房里了 中共那生的那么一大猪子菜 晚上不去做饭了 行 我知道了 那行吧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你好好休息 有事给妈打电话啊 知道了 好吧 那我们先走了啊 走吧 走吧 再见 好 慢点 慢点啊 慢点啊 你们 我也跟你们一块儿走了 走吧 走吧 慢点啊 有事打电话啊 走 走 走 喂 查理 在家呢 怎么了 你说 你们真是灭着良心啊 卖的什么玩意儿啊 你看看 哥们老胡的脚烫的 是是 阿姨 那什么 您 您也消消气 那只要您能消气 你这么着 我们哥俩这四只蹄子 您剁下来那随便躺行吗 你 阿姨 这 这事肯定是我们做的不对 但这个跟我们公司没关系 我们也都是实在人 您说个数 我们尽量满足您的要求 好 我也实实在在地说 你们呀 陪我领了过去 阿姨 我们哥俩真没这么多钱 您看能不能再商量商量 小伙子 我可不是讹你们 你们看看这些 这是住院费 医药费 营养费 这医生说呀 一个月下不了地 我这还没算武功费呢 我们的孩子呀 上研究生 我们这每月 都指着这老头子 我也是没办法呀 我要再分有办法 我不会让你们赔的 行 阿姨 就按您说这数 我们现在去取钱去 小鹏 杨南哥太给力了 我说不知道该用什么头来行 你把这钱给胡师傅送过去吗 你干嘛去啊 回家呗 小鹏 要你当好 我把你告回去 我跟南哥解释 不用 我自己跟他说 小鹏 这回出这么大一事 回头南哥肯定挺火辣的 你回家跟他慢慢解释 别急啊 千万别急 什么时候跟他急过呀 走了啊 你回家 你行啊 说点什么呀 你答我一问 你别不理我呀 你不说我听你说 袁晓雯 袁晓雯 那边水湖是不是进的 你进的 你进的 媳妇 我那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你知道 你跟我说不大麻烦吧 就不大麻烦吧 媳妇 我出发点是好的呀 那你为什么辞职 你为什么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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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看曹英贵当时那副嘴脸 他说话太气人了 那咱俩日子 以后怎么过 怎么过 怎么过也 媳妇 就是我 你也不说 我认为好 我认为好 你现在和脑 going 你不小心 人贵 你不小心 你少和淑雯 我说了 你要觉得捡心就打我 老公 你干嘛呢 你吃饭了吗 我 我快饿死了 把我专门掉了 去去去 怎么还不吵啊 不是能够作风啊这 我知道这次这件事 我欠考虑 但我真的是想多赚点钱 当然了 也是想证明自己能赚钱 晚上有当爹的人了 我也着急 我也紧张 我知道 这件事让你挺生气的 你也确实该生气 可你也确实不该生气 你现在做什么事我能不能理解 但你能不能也理解理解我 我 我真的挺努力的 我知道我不够成熟 但谁不是天生下来他就成熟啊 他需要时间 我不一直在改变自己吗 于老板 可以等 但我的孩子能不了 你什么意思啊 刘老南 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四个月了 你想不要了 没办法 我宁愿自己带 我也不想让他愿意这样的电话 我尽力了 刘老南 尽力认真考虑一下电话的事 我宁愿 慢点吃 我也听着点 一会儿隔壁有洞随时冲出去救人家 老公 咱们俩说我话呗 你说了吧 你觉得我对你好吗 挺好的 对不起 老公 你刚才说什么呢 老公 你刚才说的那种没听清 什么对不起啊 说话呀老婆 你别吓唬我呀老婆 你怎么了这是 你说说说说 怎么了 老公 我觉得我对不起你 老婆 你说吧 你干什么对不住我事了 我没干什么对不起你的事 我就是觉得 我自己一直想着唱歌 从来都没顾及过你的感受 我对不起你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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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哭啊你 你刚才吓唬我了你知道吗 老婆 是不是谁又跟你说什么了 我自己的那个歌曲的风格 我知道大家都不喜欢 我后来才知道 我赶紧就一直支持我 别哭了别哭了 谁说的呀 你唱得多好听啊 谁呀 谁呀 哪个忘不带胡说八道找我媳妇 是不是冤阳凡那小子 你跟老公说老公替你出气去 老婆 你还记着咱们俩第一次见面什么时候吗 我都记得呢 那天啊你在台上唱歌 我在台下跟朋友喝酒 你一开口唱我就爱上你了 与其说 老公是对你一见钟情 不如说我是对你的歌声一见钟情 老婆 其实啊 现在别人说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自己得有信心呀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现在这世界上 还有多少人在为自己的梦想坚持着 但是我老婆在坚持着 并且奋斗着 你知道老公因为这事多替你教吗 真的 真的 你一直都支持我的梦想 那你的梦想呢 我的梦想啊 我的梦想就是你啊 嗯 哈哈哈哈哈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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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来这么个地方呢 行 又跟媳妇吵架了 哎 哎 饿点儿 我妈那儿没事吧 没事 她那个滑笼滑去了 爸 你说 我原来跟若南没结婚的时候 我们俩多好 我一天见不着她 我抓心脑杆的 她是真喜欢我 我也真喜欢她 她 她现在 啊 特别是她 怀孕了以后 就变本加厉的 我 我 手多 说也是白说 你也听不见 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听见 需要听见我就能听见 不打算听见就听不见 你 你什么时候能听见的是 你 你比如说啊 你妈跟我吵架的时候 我就不打算听见 那就听不见 这人哪 年轻的时候 她可以因为喜欢 俩人就能在一块 现在不行了 现在有了孩子了 男男需要的是稳定 他需要的 是你实实在在的 为他为孩子做事 我再做呀爸 你不知道我这 我点背 我现在喝了一挡水 我都随牙缝 你 你就会给自个儿找理由 我没找理由爸 我跟你讲 这事 你跟我说吧 我记得 你曾经说过 用无所谓的态度 过随欲而安的生活 是不是这么说的 你现在这态度改变了吗 没变是吧 你仔细算算 你跟男男吵多少回家 但是每次吵完架 男男说你的那些问题 你都改了吗 你从来没想想 你自己这边坐在哪儿了 这人哪 不怕犯错误 就怕犯错误叠加 你现在你需要学会做检法 检局你那些个想当然 你现在你得知道 什么是你当前最重要的 是家庭 是孩子 是男男 还是你的个性 你的那些脾气 这问题是什么意思 您说的这个 说的高端洋气一点 就叫包容 你说的通俗一点 就叫忍 我可以忍我媳妇 我可以忍若男 那问题是 我现在 我现在不能跟她交流 我这这这这 完全不讲理 你知道吗 有这么句老话 说你打算跟老婆讲理啊 那你就是不打算跟她过了 你看我什么时候跟你妈讲过理 她那个道理 那就是道理 什么你的借口 什么你的解释 那永远是多余的 那那那那不也是不讲理吗 你这么想啊 有一大姑娘 她把她妈养活了她二十多年 没吃你们家一口饭 没喝你们家一口水 就是因为她喜欢你 她爱你 嫁给了什么都不是的你 把你的父母当成她的亲爸亲妈 跟你一块过日子 还得照顾你 还得容忍你 从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 熬成一老大妈 十月怀胎生一孩子吧 还得跟着你姓 她容易吗 来吧 家长 老婆 今天好乖啊 知道妈妈不开心是吧 你这个爸爸实在是太不正气了 妈妈是爱爸爸的 妈妈有点接受不了 妈妈不想让你出生以后 跟妈妈一起难过 别怪妈妈好吗 我跟妈妈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瞎折腾什么呀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正确定 妈 若咱去你这儿了吗 他刚打电话说是我的 妈 你敢拦着他 你千万别让他做傻事啊 这 这 是不是我不好怨务啊 但是你千万别让他做傻事 你们俩要折腾什么 我这儿有病症啊 妈 哎呦 你这 师父这车怎么不动啊 老房哪儿都动 那我在这儿下 毕竟着呀 我能找他 你尽管你尽管这儿 沉维 如果自己有极大 有极大 我能找他 要紧张 你尽管这儿 你尽管了 我能找他 我能找你 你尽管得有极大 你尽管了 你尽管了 你尽管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不要拉我媳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胎儿心跳120至160次 妈 我刚才听她心跳的时候她可激动了她是知道我们在听她的吗 当然 我第一次听到楠楠心跳的感觉跟你是一样的 楠楠 但是当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心跳时 我从来没有那么震动过 我突然感觉到我的身体里居然活生生的有一个生命了 那一刻我才感觉到我是这么自私 因为我生活的不快乐 我就要剥夺这个生命 你说是不是 你现在肚子里这个小东西也已经是个有血有肉 能听见爸爸妈妈声音的小生命了 你们说什么她都能听见 现在是胎教的最佳时期 你们俩要是不想生出个小地痞流氓来 有事没事别跟她吵架 你们要吵 她正好待在肚子里闲着没事干 就听着 早晨盯了当晨读步 晚上听了当复习 全当胎教就要学了 楠楠 我呢 跟你爸离婚 就是因为我太好生 满眼睛只看到你爸的缺点 觉得他一无是处 成天跟他吵 其实现在回头想想 吵来吵去都是一些小事 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 如果我当时宽容一点 我不会跟你爸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所以对于我跟你爸离婚 我 我是挺后悔的 因为跟他离婚 我不能跟你在一起生活 你的成长过程 我没有在你身边陪伴 造成了我们俩的感情 很疏远 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 我不希望以后你像我这样 这个话呢 这个 你要上班又要产检 你拿着方便 你拿着用 妈 这车我不能要 怎么您用心买了一辆啊 没有 妈 您的话我记住了 其实您不说我也知道 您是不放心若男 唯一的女儿 嫁给我这么好人 怀疑你都不能让她好好休息 还总给她惹麻烦 若男 也是因为我没做好 你连孩子都不想要了 老婆 妈 姐姐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机会 最后一次机会 我保证从今天开始 我努力改正自己的不靠谱 我靠我自己的本事 我两年之内 你想要什么车我给你买一辆什么车 好啊 那就抽血去吧 你们今天不是约了 唐氏综合证抹血晒茶吗 排队的人很多 你赶快去吧 你今天是来抽血的 你吓死我了 你 你不早说呢你 儿子 你没事了 你安全了 你妈吓唬你爸的 你没事了 上不上呢 对不起啊 你先走吧 行 你不坐车啊 坐公家车去 我知道 你是为了跟我这个不争气的老公同胆共苦 好吧 老婆 我以后一定会努力赚钱 岳小凡 你这样不赚钱 根本不是主要问题 主要问题是 我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总是在找借口 老婆 我以后一定会 努力改造自己不快活的毛病 回电器城上班 找曹清辉道歉 真诚道歉 他要敢不答应我就把他 你还想怎么招你啊 当爷爷供着 你干吗呀 不管你答不答应 不管你不要原谅 以后我这艘破船 就要载着你和我儿子 驶向幸福的彼岸 放我下来你 彼岸 我们来了 好多人呢 我现在就是爱情 这是那天晚上KTVA账单 我接的账 我又没让你付 你行 我呢 反正也不差这点钱 行 新领了 我这现在有个挣钱的好机会 你要不要 这能弄几首歌让我老婆尝尝 让他顾过你当歌星的瘾 这不是您强项吗 这是定金 我也查过你 我知道这点钱 要搁以前 在您眼里那就是个屁 可是我要是没猜错的话 你现在 应该是经济危机着呢 要搁反正您闲着也是闲着 你就当帮了不能呗 行吗 别怪我没告诉你啊 这钱 跟打水票没什么区别 成不成没关系 反正我也没打算让他怎么着 就是我媳妇那人吧 她从小一直有这么个愿望 我想帮她完成 你说等将来我们俩孩子大了 我们俩也老了 怎么让这女的觉着 这辈子嫁我贵的 还亏着了是不是 服务员 来瓶麦卡伦 十八年的 十八年的 小丰子 啊 快 erst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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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凡 你谁呀 小凡哥 我们认识吗 我呀 没小飞 你是没小飞 不是 你怎么别人这样的 你什么眼神啊 我不是一直都这样吗 你居然没人出来啊我 袁晓芬 曹店 你怎么来了 来看看你啊 让你拷配的资料 拷配完了吗 拷配好了 这呢 出去吧 你干吗来了 走这么长时间还知道回来啊 不是回来看看你吗 顺便看看我的装备 你懂 我可没玩啊 你行不行啊 小丸子 我走的时候不告诉你 别出去跟人打架 就你这两架子 你出去溜达溜达就完了 不是 我就外面转了一圈 你说原来吧 咱俩在一个公司低头不行 我还能帮帮你 你这现在离这么老远 这什么东西啊 要不 晚上咱俩上个忙 你带我刷个副本什么的 你想什么呢 来伺候媳妇呢 谁有功夫 其实也就是个游戏 也无所谓吧 小丸子 你这是什么态度 你态度我失望了小丸子 我当初把装备卖给你 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我以为你是一个 可以继承病 发扬我精神的人 你 要不这样小丸子 我委屈点 我再回来 我再上段时间班 虽然我那边工资很高 环境也很好 但是你既然用了我的装备 那咱俩就是一家人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这样 就这么定了 我回来 我回来再上段班 事儿 事儿没这么简单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你几个意思啊 你不同意是不是 怎么了 不同意是不是 可爱小丸子 老大 现在这工作呀 可不好找 你以前都干啥 歌手 歌手 嗯 会唱歌 那你就去这儿试试吧 情绪跟你的专业 还能挂点钩 我都送过去五个人了 好 现在的销售情况了解了吧你 经过我这段时间的观察 我发现你所管辖的 小商品销售区域很有问题 我已经打电话给品牌方 要求撤还他们了 既然你选择回来上班 我就先通知你一下 你别去啊 小丸子 你这事你得争相 那个 我 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吗 就算是你和品牌方想换他们 但是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啊 他们之前业绩不好 其实跟我也有直接的关系 就这样 你给我点面子 你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如果他们的销售业绩上不去 你再换他们行不行 我想不行 你提的条件 我们没法满足 那你们这儿的条件是什么样啊 没有固定的职位 叫你干嘛你就干嘛 忙的时候要加班 没有加班税 效益好的话年终有奖金 你能干吗 能 那行 那你明天来上班吧 谢谢啊 喂 哎 哎小凡 那个流电耗电了吧 没事 我说小凡呢 都像上回甩那样 那可忒危险 你可得让流电当行着点 可不是嘛 那肚子里的孩子 都能小心这儿啊 一甩一个洞 那肚子里啥都没长好呢 可不是嘛 来 拿着 什么呀 这儿的这儿的 这么把东西设计的来啊 谁不得的老衣上抬起 用来吹奶啊 哪里用得到啊 吹奶的 吹奶的 谢了 喝起声了 谢谢 哎小凡啊 你问你个正事啊 我可听说 他们上面要把他们开了 你知道不 你这消息够快呢 正啊 够难的没啊 我这还小凡呢 这都不不不 放心吧 我给你们压下来了 还吃 不是我说你们几个 你们真得好好端正端正 你们的工作态度 现在这工作多难长长 每年好几百万的大学 应届毕业生 人家还年轻力装 还懂英语呢 这样你们跟他们 一块儿去竞辟 别说你们了 我都拼不过 还是咱们这电气城好 世外桃园啊 你看 饿了有免费的电饭包 累了有免费的按摩椅 这想上网上免费的电脑 上哪儿找到这么好的工作呀 你们还不懂得珍惜 珍惜当下 珍惜工作 回头我就去胖子那儿 把他们家丈夫拿来 我就准备扎根在这儿 跟你们一起咬牙 度过这道难关了 有没有信心 行 好 加油 这两首歌还不错 但是不适合我 拿回去吧 你真的以为 听你写的那些歌 就能唱火吗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 要这么做 但是我告诉你 我不唱歌了 谢谢啊 我不知道 我的选择是不是正确 但是此时此刻 我好像看到了彼岸 梦想 是浸在泪水里的痛 现在 我只想告诉自己 杨琳 你要勇敢